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印度腎痛又中 又來了,你終於又回來 印度腎痛之前說過 這個世界會很嚴重 紅穴之後好像很嚴重了 其實本身都保持這麼嚴重 現在更加嚴重 因為有變種病毒 現在看到這個變種病毒 好像會侵入亞洲地區 還好像背著核彈那麼嚴重 名字叫B.1.529 入侵亞洲 攜帶大量可怕突變 威力恐強成Delta 即是經過Delta Echo 查理 什麼都好 病毒變種 Youtuber不變 聽我們的影片也要給個Like 很多大件事 韓國物流癱瘓 為什麼?因為現在大罷工 罷工 之前說純粹是物料問題 現在是人問題 走出來站在佛事 還有打架 兩邊也在軍事演練 哪裏? 普京的紅人在曬馬 烏克蘭那邊很幸運 我有導彈 有人說烏克蘭是全歐洲第二大國 其實大不大就看你軍事力量大 你地大沒用 工具多才行 海洋夠大 對不對? 他可以一個海嘲蓋來 但就說 對 要講火力 在歐洲第二大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一定比什麼厲害 其實現在講大國 就講核彈 核彈頭厲害 為什麼人們會怕金仔 因為金仔有核彈 它是很小的地方 不是說土地面積 是啊 是啊 所以為什麼毛子直經常都說 靈要核子不要父子 核彈最重要 拳頭夠硬 人們會怕你 對 不知道烏克蘭有沒有核彈 那我們從哪一個新聞開始講起 印度神和中邊飯 我們首先講一講 黑人出來 劉青雲 劉青雲講到 關於這個病毒 他講到民眾打疫苗之後 鬆懈 所以歐洲淪為疫情的震殃 大大鑊 現在歐洲是大大鑊 無論 講起示威的情況 無論是因為疫情之下 影響到究竟他要封多少個地區 甚至乎是否再收緊措施的情況 都是緊張的 現在再到緊張了 西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在昨天講到 人們因為這個疫苗提供了保護 所以產生了虛假的安全感 減低了新冠病毒的防範 歐洲正正再淪為新冠疫情的大災區 這樣說 現在 他怎樣說呢 因為 現在全球通報新冠疫情的死亡病例 和感染病例當中 有60%發生在歐洲 全球有60%病例的問題 全會在歐洲發生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的習慣問題 是 我覺得不關人種上 歐洲不是白人 美國是白人 對 我們看整體 可能整個歐洲都在行病毒共存 放寬等等 歐洲 我們看中國 香港 日本 甚至台灣 韓國就走回頭 韓國就走歐美那一套病毒共存 所以每天都很嚴重 其餘的 我們都說得出的地方 現在都是安全的 新加坡也是共存 新加坡也是在行病 他也是在行病 每天的數字 每天升高 但是相比亞洲地區的策略 在收緊的國家地區 就比歐洲整個版圖 都是偏多 所以數字沒有那麼大 看得到這件事 在歐洲 現在就出現了 這條橋有問題 所以他說到 是擔心的 這件事 以為 歐洲人 以為 完了 沒事了 可以放寬 其實現在只不過是 另一個 開始 他說到 以為 人們以為打完針 不用再防疫 怎麽不知爆到 歐洲 就這樣 現在再反彈 他提醒大家 就記得 麻煩你打了針 也要戴口罩 還有保持社交距離 是阻止疫情傳播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環 是否真的 歐洲是否真的 很嚴重呢 我們可以看看 在斯洛伐克 歐洲其中一個地方 星期三 昨天 公佈 全國確診數字 10315單 一天 一天 同時 宣佈 這個政府 斯洛伐克 星期五起 封鎖 兩個星期 哇 馬上要停 按停 不行 真的不行 這次 不到外面那些 封小鎮 封小區 單一封 不打針才禁足 不是 全鎮 他頂不住 真的頂不住 無論有沒有打針 的國民 都要留在家裡 真是全日禁 全日禁 不是宵禁 民眾 只要有特定的原因 才可以外出 包括購買必須品 上班 上學 以及去打針 未打針的人士 除非你是 領事後 再康復 否則要接受 新冠檢測 證明了沒有領事 你才可以上班 斯洛伐克的疫苗接種率 我們看一看 在歐盟的國家裡面 有多高 其實不高 45.7% 一半都沒有 那就 對 因為 偏少 我們現在 林鄭說到 香港七成都叫低 現在一半都沒有 那你真是麻煩 的確是 感覺上好像被人不安穩 但是世衛那頭說完 打完針 其實要保持社交距離 那些人想著你不打的 打來幹什麼 可能轉過頭 你打完就要戴口罩等等 當然 歐洲的國家的人是這麼想的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 都是打 而且 保加利亞 還是低 成年人口 只打了三成都沒有 打齊針 三成都沒有 在歐盟國家裡面 接種率最低 其實它是不是厲害 這兩個星期 保加利亞的 感染率 這兩個星期 全國有93個地區人士 達到每天10萬 10萬新增確診病例 嘩 厲害了 真是 數字上 當然有人覺得是 但是 印度神童也有說過 其實疫情是會反覆的 都說到歐美地區 都是危險的 這件事的確是 但是 而現在新病毒 入侵亞洲 我們亞洲人 絕對要小心 雖然我們做得這麼好 印度神童之前 我也有說過 這個病毒是不停變種的 是啊 它變的 現在是Delta 已經是再上了 再上了 不知道是不是Echo 或者Charlie 還是什麼 英國專家 針對一種 在非洲國家 波扎那 發現的新變種病毒 發出警告 認為今次是變異得最厲害的變種病毒 說到它本身 它的基因裡面 帶了32種基因突變 其中可怕是突變 具有什麼恐懼呢 高傳染性 高疫苗抗性 換句話說 打了針也沒用了 恐怕比Delta病毒厲害 這隻病毒有沒有出現 其實香港有出現過 說到香港有出現過 至少有三個國家 已經發現了這隻病毒的蹤影 香港也有的 但是 暫時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一單半單 就這樣到 可能 不是很厲害 因為其實這單 在南非 飛回香港的時候的男子確診 被人確定了 它帶了這隻新的病毒 那 是不是真的這麼可怕呢 香港人 我們這麼厲害 防疫 做得這麼厲害 都擋得住 那 又不用這麼擔心 不要說 打了針也頂得住 那 對 像你所說的 病毒就會變 那 它會自己死 又會自己生 又會變得抗藥化 又正常 所有事情都是這樣的 必然有起有跌 大家又不用過份憂慮 那 在韓國 我看到真的有憂慮 反而 人禍更加憂慮 是啊 人禍更加憂慮 明明 都已經不夠 你的物流業 都已經很嚴重了 你還跑來示威 幹什麼呢 你不夠了數 那些事情等著你做 你快點做吧 究竟什麼事 南韓那邊的物流 那些人出來帶罷工呢 現在說到是什麼事 我們看看吧 南韓傳媒 星期四 直到今天 引述勞動界的消息報道 當地的運輸工會 南韓貨物 連帶本部 當日凌晨起 進入大罷工 還要罷三天 公會要求政府 廢除安全運費 限制 說到 希望擴大所有車輛 安全運費的制度 調高上 希望純粹是 勞工權益 工商保險 等等這些事情 相信是 確保所有工人 都有權益保障 這個貨物 連帶本部 是由這些物流 個人隸屬公司的員工組成的 其實是一個大工會 因為說到這次大罷工 引發起的物流 癱瘓 都是誇張的 其實現在他們 要求的東西很簡單 因為成本貴 那些物流 不夠人物 全部加價 貨車必定要用 所有成本 既然上升 他們的收入 就減少 希望 韓國政府那邊 可以提供最低生活的保障 保護 人民的安全等等 為什麽這樣說 有些人 叫做成本貴了 賺不回那時的錢 就挺而走 起碼 背多些東西 明明背了三噸 他背了三噸半 四噸 又有影響 你背到這麽重的東西 車在路上 隨時發生意外 影響到道路使用者 和行人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希望政府現在做這些津貼 令到大家都可以 安全地上班 安全地收工 這樣說 我覺得兩句話 不能這樣說 我明白 賺錢是必然的 但是你不要拿命來交票 你不要拿人家的命來交票 你說沒辦法 我多揹兩轉 你沒辦法 你多走多一轉 你強勁 因為成本問題 然後引發些什麽意外 你走去掛政府 我又覺得是有少少 打橫你 即是 巴士揹四十個人 沒有辦法 有貴 要揹四十五個人 然後炒車 你賴政府 我覺得這些 是不可以這樣說的 不過 無可否認 南韓現在的物流業 因為這樣 是受到影響的 包括韓運 貨櫃業 都受到影響 不要管 有否真的引號神童 現在人禍 我告訴你 是影響甚遠的 包括 普京有沒有騎大象 騎鴻仔出來 挑釁這個烏克蘭呢? 那天就說沒有 我們只是曬太陽 快點北極熊 紅人 什麼 衣服出來曬太陽 現在不是 都不是想著打你 現在誰不知 就出來管軍事掩襲 在黑海 就擺明 好像是挑釁味道 放心吧 印度神童說過 不會打仗 是不是 真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現在 俄羅斯在邊境 頻頻做軍事演練 說到好像有必要 甚至乎 味道很濃烈 入侵烏克蘭 當然 烏克蘭也不會放過你 在北俄羅斯邊境 是軍事演練的 大家都不停在這裡 增加軍人曬馬 警告現在英國出聲了 嗯 你不要打算搞烏克蘭 現在搞烏克蘭 在英國出聲 英國撐腰 撐腰也要撐烏克蘭 因為美國賣軍備給烏克蘭 英美就是大家一家親了 所以現在警告俄羅斯那邊 你不要打算搞烏克蘭 打吹炮了 一旦攻擊烏克蘭 你將會鑄成大錯誤 說完 炸了嗎 完了 他真的打了 然後地球要墨愛 完了 不是 心表遺憾 發表共同聲明 英美那邊 可能如果打了之後 對俄羅斯那邊 派一隻紅人出來 搞踩平烏克蘭 心表遺憾 完 我覺得打扁 是啊 說完 選擇一句算 選擇 應該不會打 然後又說出來 應該停止這些軍事活動 尋求兩邊和平會談 一打起來 你不妥我不妥你 很容易世界大戰 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 其實經常都說 大家都在等誰肯出手 最窮的人都未出手 金仔 最窮的人又是誰 最窮的人就是金仔 不過他只顧著玩歡樂組 玩女人 沒空打架 那就寧願他玩女人 對 那我寧願多玩女人 對 你選決你的老友 有時這些事情 打仗也不是一件好事 我們早幾天說起 有個印度人 入了停屍間 然後說了六個鐘 然後死過翻山 在尼日利亞也有 這宗還不見 那個人只是彈了起來 然後到處走 嚇到那些人都瘋了 瘋了 那在哪裡呢 其實在尼日利亞 有一間大學的醫學院 醫學大學 在一個停屍防腐課程裡面 嚇死人了 有一幕 其實說到原先 有個女性就死了 那些家屬已經簽署了 就說 等等 就已經離開了 這個女子已經被人宣判了 死亡之後 擺了停屍間 這個大學的教學院 院士準備上這個解剖 實習課程 準備教學生相關防腐的知識 誰不知 這件事真的要告訴你 其實那個女子 死一恩到神童又終 死人復活了 你活死人 這真是更恐怖 那個女子 其實那個女生 本身已經剝了衣服 等湯 準備 做這個防腐程序開始 突然之間 全家學生連教授 準備 我們準備 這個外星人解剖活動 好像那個零零法 零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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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間 那個女人 大隻眼 起床走到地上 然後 停屍間走到草坯 這一幕 所有學生都瘋了 崩潰 然後 全部人衝出草坯 呼天搶地 其實不用害怕 不用害怕 思辨 那你真是沒有死 又不是咬你 誰知道 一會兒 一會兒領你 身上來疼你 那麼害怕死 學什麼人做這些 本來他不害怕死 他翻山了我 拿你命 不過 在這個冷靜之後 其實有人回到 幫那個女生 就說 就已經叫了別人來接她 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 有些 又是有些問題呢 就是 無端端 亂救 亂判別人死亡 我差點刀了 是啊 你這樣防腐 明明生剛剛 我給你做防腐 她是青春了 她真的青春了 不老了 真的 有人說她其實昏迷 就不是死的 姑物論是怎樣也好 這些小心之好 這樣刀下去 很痛 對吧 那 說起世界大事 誰知道一宗 在塞爾維亞 有個兵工廠 竟然發生了大爆炸 嘩 這個大爆炸相當之厲害 好像人家被幾十支導彈 打到同一個地方 一個大坑 這件事非常厲害 在塞爾維亞 在星期二首都貝爾格萊德的市街 有個兵工廠發生大爆炸 造成兩死 十六傷 有很多人失蹤 爆炸當時發生 說到 這個兵工廠裡面 放了五百枚火箭 嘩 這個爆炸就非常之西非利 導致整棟建築物不見了 一爆起來 放了一個洞 粉碎 灰飛煙滅 灰飛煙滅 是灰飛煙滅 嘩 事發地點 就是貝爾格萊德 遠南十三公里 一間兵工廠 當時 第一下爆炸 首都市區民眾都聽到巨響 爆炸之後的蘑菇雲 升到上天空 地上有一個大坑 工廠的原子 已經是二位平地 其實只不只兩人死亡 就是一個問號 灰飛煙滅 可能什麼人都沒有了 唉 這些事情挺危險的 我們轉一轉 好像美國新聞 最近很厲害 現在竟然我第一次看到 美國被列為民主倒退的國家 民主倒退的國家? 說笑而已 美國 什麼開玩笑 我覺得是 所以不是開玩笑 肯定是 肯定是 你看過那些媒體公司 Y字頭 Y O U T U B E 那些 真的 暗暗地做某些事情 真的 即是那些 那些 被人的感覺上 尤其是 我相信是 之前 上一屆的總統開始 即是 綠綠亂 一直都綠綠亂到現在 我們這陣子看到的新聞 或者我昨天說到 那些 離譜到 所謂的左膠大舟 男女刺又不分 那些 綠綠亂的 被人的感覺上 好像現在真的倒退了 或者 美國究竟是怎樣的 現在 其實這篇文章 就是國際民主選舉協助研究所 在日前發布了 這個 民主倒退國家的年度名單 說到美國第一次被列入該名單 其實報告指出 美國 其實就在2019年開始惡化了 這個叫做民主倒退的問題 倒退的民主國家 其實在過去十年 說到 暴增了一倍又多 即是不只是一個地方 這個世界 越來越多地方都不再這麼民主 就說到 好像很多地方都已經受到 這個專制政權的管制裏面 那 看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 有時候就像陳隆那個人說 人是要管的 那 你像美國那樣 立立亂 那些人就隨便拿一槍 整群人跑去打劫 我又是要管一下 我又覺得 但是會不會因為這些事 管多了就被列為 不是這麼民主的地方呢 就看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件事不太簡單 連美國都沒有民主的時候 印度神童有關不關 印度神童嗎 印度神童 有沒有提過這件事 民民主 我也不知道印度是民民主 印度 對 總聖制度 對 但是我覺得 其實本身 什麼地方都可以 其實是亂的 這個世界 亂? 亂 美國說這樣不亂 歐洲人都走出來 舉牌說 不准封城 不准逼我打針 然後示威暴亂 不亂 是亂的 真的亂的 說起亂的地方 又何止一個地方 但是有些事情 本來沒有亂的 只是自己拿來搞的 有什麼事 是 究竟有什麼事 我們看到 在台灣 有些網民 在念書 爆料 說到有個大媽 什麼大媽 買了一件大衣 要求改租的長度 誰不知之後 跳祭 是 就發瘋 最後要報警 這件事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就說 早前有個中國大媽 國內大媽 發現買了一件大陸製的大衣 認為品質有問題 就要求退貨 誰不知別人就不退貨 現在就發瘋 在這裡 中國製的大衣 又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他覺得有問題 很多東西都做在中國 對 這麼多東西都做在中國 問題就是 他覺得這件外套的價值 可能他用價值 去衡量這件外套 不應該是做在中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買了這件外套 台幣7萬3千元 大概兩萬港幣 這件外套兩萬港幣 他就說 這件外套應該是外國大品牌 這是你一廂情願 對 中國不是大品牌 他就說 應該是意大利製造的 不是大陸製造的 這只是他一廂情願 對 其實他買的時候 就要求 買的時候 洩完衣服就說 你幫我改一個咒 你放了一件衣服 然後就幫你改好咒 就會給你的 誰不知 改完之後 都發現 就不對 重要的 他看一看 發現 那個牌子 原先 那個牌子叫mixmara 誰不知 他收回那件衣服 叫acid mixmara 即是換了假衣服 華爾 華爾黑店 然後 大陸製造 不是意大利 華爾製造 所以就去調製 那是不是真的 這樣 應該這樣 這個夫婦 就去到櫃桌的時候 要求他退款 經理說到 你動過 即是修改了衣服 所以不能退 但是 這個老婆 即是媽媽 就表示 你這件衣服 又和我調了一包 還要大陸製造 即是質量很差 我覺得你 有一點先入為主 大陸製造 就不一定質量差 又不可以下下 用大陸製造 質量差 這件事為題 你本身不喜歡這件衣服 就不喜歡這件衣服 又或者本身覺得這件衣服 真的不好 就不好 就不要拿中國來 就說話 很難說 不要緊 無論如何 這件事就是用來跳 最後 其實他已經跳了掣 跳了掣 在台灣 就找 那些差人 拉了他 拉了他 那就一於拉了他 拉了嗎 對 這樣就來了 我們說一下 其他東西說 魔術師厲害 可不可以告訴我 現在六合作開什麼 不知道 他就知道 經過印度神童 這個就厲害 經過印度神童 我是不是很幸運 話說 韓國有個魔術師直播裏 預測這個 億元彩票結果 結果 六個號碼 全中 說得魔術師當然是假的 但是 開號碼 那你有沒有買 你問他有沒有買 說到超能力 其實說到這個超能力 就在一個 韓國的魔術師身上 日前 他在直播裏面 準確預測 當晚六個 類似六合彩的 彩票號碼 中獎號碼 是 說到他其實不是第一次富樓壯棍 是六年第二次傳中 好像有點辦法 說到是成中熱話 表演而已 表演 如果是表演 那就是假的 那些六合彩的彩票 不是 有些時間差 怎麼會猜到的 我們就看看 其實說到整件事 這六合彩 在禮拜六 上個禮拜六 開出餃豬 頭獎高達243億韓元 大概1.6億港元 這個魔術師 就43歲 在這個購物直播節目裡面 表演 彩票中獎號碼的預言魔術 先把自己估計的號碼 放在木箱裡面 然後放在半空中 強調 不會讓這個箱子 燒在畫面外面 等等 換貨這些購物 等到 他搞豬號碼 開出來 他就會再打開 因為自己說到 是法律問題 沒有買號碼的 不過 一開號碼 他立即就開箱 搞完豬 結果之後他開箱 拿2 4 25 26 36 37 全部都中了 廣道說他不是第一次 之前在2015年 都中過 究竟是否掩眼法呢 還是 在商品裡面 叫做手腳 大家就 猜猜 很多時候這些東西 都是只有猜猜 如你所說 即是 表演 不用這麼認真的 如果是真的 就沒有窮人 傻 不是說 找人 要不要 益你 傻 只是表演 表演 表演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印度神童那方面 真是厲害的 那些病毒 大家要留意 變種 變種 說得這麼厲害 都要再三五三一提 雖然你說 我不管 印度神童 說什麼都好 的確 說到亞洲 這隻病毒進入過香港 是嗎 是呀 進入過香港一次 可能檢驗出來 所以把他放在那裡 其實也不太嚴重 不知道 我不敢說 歐洲搞到很嚴重 真的 大家小心 保重 謝謝 我們下一節再跟大家說說其他新聞 拜拜